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资本结构的角色分析 首先我们来熟悉一下 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有哪些呢 这里面我们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是内部因素 另外一类就是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的话 你企业是可以改变的 外部因素你只能去适应 有哪些内部因素呢 一个就是你这个收益和现金流量的这种稳定性 如果说呢 这个企业它这个未来的收益和现有量 稳定性比较好 那你负债水平就可以高一点嘛 说明你有比较好的一种常债的能力是吧 再来呢就是你这企业成长性 如果说呢 未来的成长性比较好 潜力不错 你负债水平可以高一点 我们说潜在的这种偿还债务能力是比较强的嘛 再来就是一般用途的资产占比 一般用途资产如果占比比较高 将来一旦倒计债务需要还的时候 资金不足了 一些一般用途资产也好卖呀 把它卖掉之后 钱就回来了 可以偿还倒计债务吧 所以说呢你负债水平可以高一点 再来呢就是盈利能力 如果说你盈利能力强 说明造计功能强啊 那我们这个外部的这种债务资金就会少筹缩 你负债水平会低点 因为我们自己解决的资金能力提高了嘛 再有呢就是管理层的这种风险偏好 如果说他愿意承担风险 负债比例可以高一点 如果相对比较保守 负债比例可以低一点 再有呢就是财务灵活性 如果说你财务灵活性比较大 你负债水平可以高一点 相反的话呢 你负债水平要低一点 所谓的财务灵活性 也就是说你这企业利用这种闲置资金 或者说这个剩余的这种财务能力 这个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比较强 那叫财务灵活性大 或者说呢对于未来的这种新的投资机会 这个抓的比较准 这个应用能力比较强 那说明你的财务灵活性大 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负债比例会高一点 也就意味着你有这个充足的这种常见的能力 是吧 这是它的内部因素 那外部因素呢 一个就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所得税的税率如果高了 那么债务的利息抵税 这个收益就会多呀 所以说呢你负债可以高一点 再就是利率 如果说利率提高了 那你这个债务的资金越多 你的利息负担就会越重 是吧 所以说呢利率提高的时候呢 你负债比例应该是低一点 再就是这个资本市场 如果说这个资本市场比较发达 你又是个上市公司 所以说呢 那可能更多的就是靠发行股价来出作资金 你负债比例的一块怎么样 就可能会少一点 如果说利率提高 如果说利率提高 资本市场不是那么发达 你又不是上市公司 那你的资金可能更多的都是靠债务来出所 所以说呢你负债比例就更高一些 把这些地方呢 做一个基本的熟悉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题 下列的关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表述中 正确得有 来选项 成长性好的企业 负债水平呢一般较低 成长性比较好 为了发展潜力不错 产带能力应该比较强 你负债水平高点没问题 所以说呢 我一选项就错了 选项 现金流量波动性较大的企业 负债水平一般较低 现金流量的波动性较大 意味着有的时候怎么样 现金流量会比较充裕 有的时候呢会比较溃乏 一旦比较溃乏的时候 这个倒计债务可能还不了 所以说呢 你负债水平应该低一点 B的表述东西呢 C选项 利率提高 其一的负债水平一般会降低 利率提高 那就意味着 这个将来 我们这个利息负担就会加重 那利息负担加重的话 所以说我们负债水平应该是降低一点 所以说C选项 选项 选项 企业的所得税的税率提高了 企业的负债水平一般会提高 所得税率提高的话 就会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息抵税的好处 所以说呢 负债水平是可以高一点 低选项正确的 那本题呢 正确选项应该是BCD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资本结构的政策分析方法 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讲三种方法 首先呢 看第一个 就是资本成本比较化 它是通过计算呢 这个不同的这种长期融资组合方案 他们各自的这个加权平衡负面方案 然后呢 把这个加权平衡资本成本都算出来之后 选择一个加权平衡资本成本最小的 那个融资方案就可以了 我们按照这种方法进行资本结构决策分析 并没有考虑操入风险的差异 也没有考虑到不同的融资方案 这个各个融资方式 它的数量上的比例的这种差别 都没考虑 只是唯一的一个标准 哪一种融资组合方案 加权平衡资本成本最低 我就选择哪一种融资方案 那很显然 这个考点在考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资本成本计算 那个考点的一个应用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对于不同的这种长期融资方式 它的资本成本计算 你比如说 普通债券的资本成本计算呢 普通股的资本成本计算呢 优先股资本成本计算呢 再有呢 比如说这个可转换债券呢 富人股全证债券呢 它的资本成本计算 每一种长期融资方式 资本成本算出来了 然后呢 按照给定的权重的要求 就可以计算它的 加权平衡资本成本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 你每一种长期融资方式的 资本成本有了 给定的权重要求有了 把加权平衡资本成本都算出来了 把方案一算出来 把方案二算出来 两个一比较 想最低的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考点 完完全全的就是资本成本计算的一个考 那在这块呢 我们就不再给单独举例说明了 那我们在资本成本计算那块呢 这些例子都比较充分了 是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二种方法 就是美股收益无差别电话 我们按照这种方法 进行资本结构决策分析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资本结构呢 我们说应该选择是 美股收益最大的那种融资的方案 或者融资结构 那么这里面提到的美股收益 它的影响因素比较多了 是吧 你这个公司 它的销售的水平的高低啊 息税前例是多少啊 会影响到它的美股收益的高低 另外呢 这个资本结构的这种差别 也会影响到这个美股税的高低 你这个公司 负债比较高啊 负债比较低啊 那你利息多少就不一样啊 那么你这个公司的 股票的发行数量也是不同的呀 所以说你计算出的美股收益 也是不一样的 那到底应该选择 什么样的一种融资方案呢 那我们就在不同的这些融资方案里面 选择美股收益最高的 OK 那我们选择美股收益最高的 我们并没有考虑财务风险的这种高低啊 说我们某一种融资方案啊 这种融资方案 它的美股收益最高 但是你注意 它的财务风险未必是最低的呀 因为我们按照美股收益 无差别电视法去分析的时候 我们的唯一标准 那就看一看 以它的美股收益高低 作为我们的唯一的一个判断标准 只要这个融资方案 它美股收益最大 这就是我们选定的一个最佳资本结构 没有考虑 这个不同资本结构下的 那个操物风险的这种影响 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紧接着说了 那这个无差别点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现在有两个 融资方案 一个方案一个方案 让这两个融资方案 融资之后的美股收益相当 我就可以求解这里面的 息数线利润呢 或者求解它的销售水平呢 那么你所求出来的这个息数线利润 或者销售水平 那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美股收益的无差别点 只不过表示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息数线利润表示 你可以用它的销售水平表示 而这里面销售水平 我们说你可以是销售收入 你可以是销售的数量都可以 有金额单位 有失误单位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 它的运用的一个过程 我们首先要计算什么呢 这个美股收益的无差别点 要计算美股收益的无差别点 你首先搞清楚了 这个美股收益怎么算 这个式子呢 我们应该不陌生 对吧 我们在第一章呢 曾经讲过这个式子 在计算美股收益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我们计算的是 普通股的美股收益 我们看分子 是息税前利润减去利息 息税前利润减去利息 得出结果来 这个叫税前利润是吧 然后呢 乘上一减所得税率 得出结果呢 叫税后的净利润 有优先股的话呢 我们再把优先股的股息减掉 得出结果来 那就是归属于普通股的收益 归属于普通股收益 有的时候呢 再除以这个普通股的股数 算出的结果 那就是普通股的美股收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计算这个无差别点 我们说有两个融资方案 第一个融资方案 我们说这块 比如说用EPS仪表示 就是第一个融资方案 融资之后的一个美股收益 第二个融资方案 融资之后的美股收益 我用EPS仪表示 既然是无差别点 那就意味着 使两个方案融资之后 它的美股收益相当 是不是就可以给这些融资来呢 那六个融资之后呢 你会发现 我们等号左边 表示的是第一个方案 融资之后 普通股的美股收益嘛 我们这里面是用 息水前利润来表示的吧 那你注意一下 息水前利润减去 第一个方案利息 所以这里面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的I1和I2 等号左边的I1 等号右边的I2 是指你用方案1和方案 融资之后的一个总利息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I1 I1的话 也就意味着 我们用第一个方案融资 融资之后 看看总利息多少 一说总利息 就包括你原有的债务利息 还要包括你该方案 新增的利息 这要理解好了 同样呢 那我们注意这个优先股 股息 优先股息的话 包括你原有股息 还要包括你新增的 这个优先股股息 那我们这里面的 这个PDR 道理都是一样 都是指融资之后的 那个优先股的股息总共 那么对应着我们 这块的N1和N2 也是一样 是指你该融资方案 融资之后总股数 所谓融资之后总股数 就意味着包括你原股数 还要包括你该融资方案 新增的股数 你比如说你第一个方案 我们是用发行债券来融资的 那么第一个方案呢 我们是发行债券来融资 那这是我们的那I1 那个利息应该指什么 应该包括你原有的债务利息 还要包括你发行债券新增的利息 好 I1就出来了 比如这里面没有优先股 那我们优先股股息就没有 股数呢 因为你是发行债券来融资的 股数那就是原有股数 并没有新增股数 好 你看N1不就像3了吗 同样道理 那我们右边呢 我们右边代表第二个方案 比如第二个方案 我是发行普通股中资 那么发行普通股中资的话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块的利息 I2 应该是指你的原有的债务利息 因为你发行普通股中资的话 没有新增利息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同样道理 分母这块的N2呢 应该是你用普通股融资之后的总股数 那就是包括原有股数 还要加上你新增的股数 这些地方一定要清楚 还有 你在算这个债券利息的时候 一定注意 债券利息应该是用面值乘以票面利息算利息 对吧 你不能用发行价格去计算 当然了 你如果是评价发行 那面值和发行价格相等 那是另当别的 OK的吧 这是我们这式子用的时候非常关键的地方 那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等式列出来之后 我们一元一四方程求解 就可以求出这里面的吸税前例了 这就是无差别点上的吸税率 当然有的时候怎么样 他问你说 无差别点上的销售数量啊 或者销售收入怎么算呢 其实道理一样 你也可以先把这个无差别点上的吸税前利息先算出来 那么先算出来之后呢 你再去计算那个销售数量或者是销售数量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有人说 那咋算呢 吸税前利润 我们将来会在本量里分析一块讲 它应该等什么呢 应该等销售量乘以单价减单便 然后再减固定的经营成本吧 当你这块的吸税前利润算出来之后 那好了 我单价告诉你 单便告诉你 固定经营成本告诉你 你是否可以算出这块的销售量 没问题吧 这不就是一个无差别点上的销售数量吗 那么无差别点上的销售数量算出来之后 你乘上单价 那不就是无差别点上的那个收入吗 只不过又往下延伸一步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无差别点上的吸税前利润 这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指标 你去回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无差别点上的吸税前利润算出来了 如何经决策分析呢 比如说无差别点上的吸税前利润多少呢 假设我这块算出是500万 而预计的吸税前利润多少呢 假设这块为700万 那这就意味着你预计的吸税前利润 比无差别点上的吸税前利润高 选择什么融资呢 我们说应该选择负债融资 叫利大股少 说利大股少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是用债务融资的话 这时候呢 不需要增发股票了 那就说股票的数量少吗 利大股少 利大 讲的是你是大于无差别点上的吸税前利润 叫利大 选择股数少的 股数少的话那当然就是债务融资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记忆了 对吧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也很好理解 我们预计的吸税前利润比无差别点上的吸税率高 那应该让公司的原有股东会享有更多的收益 肥水不流外人田 现在怎么样 我们不能够增发股票 一旦增发股票的话 就意味着让新股东来享有更多的收益 那不划算呢 这时候我们就不能用股票融资 应该采用债务融资 这就OK了吧 好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无差别点应用的时候啊 有些地方需要特别强调 首先一个我们刚才说过的 在这个无差别点计算的时候 这里面的I1和I2 一定注意是指融资之后的总利息 一说融资之后总利息包括你的原有债务利息 还有包括你该融资贩的新增利息 另外呢 同样道理 这个N1和N2 讲的是普通的股数吗 包括你原有股数 就是你筹资之前的股数吗 还有包括你该融资贩新增的这个普通的股数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吧 那么另外呢 就是关于这个决策的这种原则 说你的预计的虚线利润 大于无差别点上的虚线利润 我们说应该采用债务融资 是吧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 也可以 那现在呢 我们各位想象一下 这个美股收益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这个式子了吗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税税前利润减去利息 然后乘上一减所得税率是吧 然后有优先股的话 减优先股的股息最后处于股数吗 是这么意思吧 那现在呢 我们各位同学想象一下 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坐标系里面去的话 我们纵轴这块呢 代表美股收益 所以横轴这块如果代表的是税税前利润 那我这一块 是不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条直线呢 纵轴是EPS 横轴是这个EBIT吗 这这条直线是不是 那么既然是要直线的话呢 看看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画成类似这样的一个直线出来呢 那现在呢 我们这样的直线列出来之后 那我们各位考上想象一下 这两条直线应该是写率是不同的 对吧 写率也不同的 那么这个写率 不就指了就是这个 税税前利润的一个系数值吗 对吧 那么税税前利润的系数值 其实由谁决定的呢 不是就是由这个股数N来决定的吗 那么如果说股数多了 股数多不就意味着分母大了吗 那这写率怎么样 写率应该是变小了 是吧 如果股数少的话 意味着分母大吗 是不是写率变大呢 那现在我们各位想象一下 如果说我是用债券融资的话 股数原有股数 对吧 那么用债券融资的话呢 我们股数原有股数 那就意味着这个写率应该是大的 如果说我是发行股票融资的话 那么这写率怎么样 写率应该变小了 是不是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出这两条线 你说哪个线代表的是 这个债务融资的 哪条线代表的是 普通股融资的呢 能看出来吗 用普通股融资的话 就意味着股数多呀 股数多就意味着分母大了 所以说这条线应该代表的是 普通股融资的嘛 这能看出来的吧 这是从我们简单的数据的应用来看的 是吧 那么我们另外一条线呢 代表的应该是债务融资嘛 债务融资的话就意味着 那股数少嘛 是原有股数嘛 没有新冻的股数 所以说写率变大嘛 这就可以了吧 那么这样的话 往这一放 哎你就明白了 那么这块的焦点应该代表什么呢 这就代表的是无差一点嘛 那就意味着 在这焦点上 两个方案的融资的时候 美股收益是相等的 对不对 这就是无差别点嘛 然后你就马上想了 那么如果说你预计的息息率率利润 如果大于这个无差别点 在哪边呢 是不是应该在他的右边啊 那在右边的话 你就会发现呢 你说应该选择哪一种融资方案呢 当然我们应该选择债务融资了 说为啥选择债务融资呢 你从这线上看 也能看出来 他在上面呢 是不是 另外我们也可以怎么理解呢 既然这个债务融资的话 他的协率大 那就意味着 你这个息息前利润 有个微小增加 他就会大幅度增加美股收益 是吧 那么大幅度增加美股收益 就意味着他会形成什么 会形成更高的美股收益嘛 所以说应该采用债务融资 那么当我们 预计的息息前利润 如果小于不差别的话呢 下降了 那么下降的话就意味着 因为你用债务融资的时候 他的协率大 意味着你这个息息前利润 如果有个微小的下降 他的美股收益就会大幅度下降 大幅度下降的话就会行吗 就会形成更低的美股收益嘛 所以说 你就不能选债务融资了吗 你就应该选的吗 应该选普通融资 另外从图形来看的话 你看 我们预计的息息 又是小于无差别点的话 你看谁在下面呢 是不是 普通融资的线在上面呢 那就意味着他会形成更高美股收益嘛 那么高于这个无差别点的时候 谁在上面呢 我们说债务融资的时候 他的形成美股收益高吗 非常的直观 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说 考试的时候还能够弄反了吧 接下来 我们如果说在融资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面啊 有债券融资 有普通股融资 有优先的融资 如果说三种融资方案 同时存在 让你做比较 那你应该去 怎么选择 应该用哪一种 这个融资的方式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同样呢 从图形上来看一看 比如说呢 我们纵轴这块是美股收益 横轴这块呢 代表的是西水源理论 那么我们这三种融资方式 融资之后 形成的普通的美股收益 我们大概呢 给他画个图 来看一看 那么这一块呢 应该是有一条线 然后这一块呢 再画一条线来 然后呢 我这块再画一条线来 好了 三条线出来 那这三条线出来之后呢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还看这个美股收益 它表达是 美股收益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这个息税前利润 然后减去利息是吧 然后乘上一减所得税率 减去优先过的股息 除以股数嘛 普通过的股数 那现在呢 我们来考虑一下 我们刚才呢 已经这个接触到了 说我们这三条线 它的这种排列的规律 我们说 是根据它的 这条线的斜率的不同来看的 那你现在 你注意一下了 我们这个图里面的三条线 谁是债券融资的呢 谁是普通股融资的呢 谁是优先股融资的呢 我们大概得把它去分开是吧 比如说我这个债券融资这一块 用一来表示 普通股融资用二来表示 优先股这块用三来表示 我们把它标到这图形上 能看出来的 哪是一呀 那么根据我们 这个刚才讲过的 这个决策方法的那种理解 我们说你债务融资 和这个普通股融资 两者比较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债务融资 它的这个 形成的普通股的 美股收一条线 血率应该是更大一些 是不是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这条线应该代表的是 什么 是债券融资的 那谁是普通股融资的呢 我们这条线应该代表 是普通股融资的 那谁是优先股的呢 优先股应该是这条线 那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那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债券融资和这个优先股融资 这两条线这是平平线 平平线就意味着血率相同 那现在各位看一看 是不是血率相同 如果用债券融资的话 我们说这股数应该代表原原股数嘛 融资之前的普通股数对吧 假如说有这个 异股 那如果说我是用优先股来融资的话呢 我们这富翁的股数变不变 也不变嘛 现在还是你融资之前的那个 普通股股数嘛 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我们这块的EBIT 它的系数值没变嘛 它的系数值没变就意味着 血率相同的嘛 血率相同就有点平平线吧 这是一个情绪了吧 另外一个你还得注意 那为啥 你这个一和三是榨排的呢 为啥它那个三不在左边呢 一它没在右边呢 为啥呢 那这时候你要注意了 那么作为优先股来讲的话 优先股股东 它所承担的风险 应该比债券持有人承担的风险 你说高还是低呢 应该要比债券持有人承担的风险要高啊 所以说它要求的报数就高啊 那么我们在使用优先股的股东 给我们提供资金的时候 我就会支付更大的代价 所以说那个优先股的股息 应该比那个给债券的利息 要多得多嘛 所以说呢 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美股收益 因此它应该在我们债券融资 这个时候 所形成的美股收益的右下方 肯定会低于债券融资所形成的美股收益嘛 所以说它应该在右边 不可能在左边 这就OK了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发现 那它俩是平衡线 就没焦点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焦点就快有两个是吧 就有这么两个 那么这两个呢 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是五差一点嘛 那这时候呢 我们形成两个五差一点 那我们在经决策分析的时候 怎么来比较呢 那现在注意一下了 我们这个时候 你注意一下 在同等情况之下 我们说你债券融资 肯定要比优先股融资 会形成更高的美股收益 没错吧 因为它在左上方嘛 所以说呢 我们在比较的时候 其实你只比较什么就可以了呢 你只需要比较债券融资 和普通股融资 所形成的这个美股收益 作为我们参考标准就可以了 只要在它的左边的 谁最好呢 只要在它左边的 你看你在现在上面呢 是普通股融资的时候 这条线在上面 意味着会形成更高美股收益嘛 那就意味着 我们就应该选择普通股融资 然后在这点的右边呢 你看看你在现在上面呢 我们说很显然是应该是 债券融资这条线 所形成的美股收益最高的嘛 对吧 为什么最高 你看好了 它肯定是高于优先股 刚才解释过了 肯定也是高于普通股 因为它都是在地量的线的上方 所以说我们说 有这么三种融资方案 让我们选的时候 虽然说有两个无差别点 我们说普通股和优先股 这个无差别点 你不用管它 没有参考意义 你就只需要看什么呢 债券融资和普通股融资 所形成的无差别点 只要高于这个无差别点 那就意味着就是债券融资 低于它的话 就是普通股融资就OK了 这没问题了吧 告诉各位这种技巧 从图形上来看 是非常直观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个题 某企业呢 目前有1000万元的长期债务 年利率呢6%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呢 1000万股 每股的面值呢1元 无优先股 那每股面值1元 我们这个流通在股数是1000万股 那么总金额呢 就是1000万 是吧 现在企业呢 准备要融资2000万元 来满足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 预计的息税金利润呢 为2800万元 也就意味着你融资之后 你能够达到这么多的息税金利润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的25% 有三种融资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 全部呢通过年利率 为7%的长期债券融资 这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 原有的时候这个债务利率是6% 现在我们新增的这个债务利率是7% 方案二 全部通过优先股利率 为12%的优先股融资 方案三 全部依靠呢发行普通股股票的融资 方案价格呢 是每股试源 好 那每股试源的话 我们说要融资2000万 就意味着我需要增加200万股 原来呢是有1000万股 增加200万股就变成了1200万股 好 看第一个要求 计算三个方案 融资之后的每股收益 这就是一个公式的基本运用 如果是长期债券融资的话 我们给出来了 融资之后的这个稀税前利润呢是2000万 减去原有的利息 再减去新增的这个债券利息 是不是可以算出税前利润 乘上一减所得税率 我们原来是没有预先股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除以股数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每股收益呢 接下来 如果说是用优先股来融资的话呢 融资之后的这税税前利润 告诉我们了 2800万 减去原有的利息 有新增利息吗 没有 我们这里面是用优先股融资的 没有新增利息 这样的话算出税前利润之后呢 乘上一减所得税率 就可以算出这个净利润吗 因为你是用优先股融资 所以说这块就出现了优先股的股息吗 这个股息率是12% 除以股数 因为这时候呢 普通股股数没方式变化 还是你融资前的这个 普通股股数是1000万股吧 接下来 如果用普通股来融资的话呢 融资之后的这税税前利润 减去原有利息 因为它没有新增利息嘛 该方案是用普通股融资的 好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算出这个税前利润 之后呢 乘上一减所得税率 净净出来了 你是用普通股融资 原来没有1000股 现在也没有新增优先股 是吧 所以说这个手益 有的时候 除以股数 这时候股数怎么样 包括你原有的股数 融资之前的是1000万股 用普通股融资的话 新增的股数是200万股 好的 算出美股收益来 那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三种融资方案 美股收益算出来了 要选择的话 选谁呢 当然应该选择 美股收益最高的嘛 这是长期债券融资嘛 形成1.95的美股收益货 接下来看第二个要求 计算呢 长期债券融资 和普通股融资的 美股收益误差别点 在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误差别点 比如说 用息税前率的表示 那就把我们 刚才那个2800 把刚才那个 计算的是2800 我们现在换成 息税前率的1.5 等号左边这块呢 表示的是 用长期债券融资 所形成的 普通股的美股收益嘛 等号右边这块呢 表示的是 用普通股融资 所形成的 普通股的美股收益 才表达是吗 那么劣势应该不复杂是吧 刚才说了 就把我们刚才计算 美股收益的时候 那2800 现在换成EBIT 那个等式 一月一次换成求解 这应该不是什么 复杂问题吧 算出来 息税前率 就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要求 计算优先股融资 和普通股融资的 美股收益的 无差别点 这里面呢 我们同样道理 还是用 息税前率的表示 那我们在 列治这个等式的时候 怎么样 空下道理 把我们前边的 那个2800 现在怎么样 换成了 息税前率 等号的左边 表示的是 用优先股融资时候 所形成的 普通股的美股收益 等号右边呢 它是用普通股融资 所形成的 普通股的美股收益 这是表达是 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求解 这里面的 无差别点 也就是息税前率 人多少呢 是1980万 这些事的 应该不陌生 对吧 求解方法呢 就是解方程 所以说我们各位考证 一元一次方程 这是必须得被求解的 不然的话呢 我们在财管上 可能会要丢分 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四个要求 如果不考虑 超风险 该公司应该选择 哪一种融资方式呢 那不考虑操风险 也就意味着 我们就选择 美股收益最高的嘛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计算 长期债券融资的时候 会形成最高的美股收益 所以说怎么样 应该选择长期债券融资 那我们从这个 无差别点的计算上 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预计的 稀选利润呢 是2800万 我们说要比 这个 长期债券融资 和普通股融资 所形成的 无差别点 900万多 选择什么融资呢 同样 也是选择 长期债券融资嘛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是吧 跟随择比呀 你只需要和 债券融资 与普通股融资 所形的无差别点 这个900万多 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吧 就是说选择 债券融资 好 接下来看第五要求 如果公司预计的 细选利润 假如说为800万元 或者为1600万元 在不考虑 查误风险情况之下 应该选择 哪一种融资方式呢 那么如果说 你预计的 细选利润是 800万元 800万 跟谁去比 我们说 和那个900万去比 900万 是长期债券融资 和普通股融资 所形成的 无差别点 第一它 所以说应该选什么呢 应该选择 这个普通股融资 这就OK了吧 那么如果说 这个预计的 细选利润是1600万 同样 跟谁比呢 也是和900万去比 那就说 大于900万 什么融资呢 应该选择 债券融资 这就是我们前面 给各位 这个 讲解的地方 是吧 跟谁去比 那个无差别点 听好了 那么这块呢 其实我们 从那个图形上 看一下 更直观吧 我们把三种融资方式 所形成的 普通股的美股收益 这个线呢 都把它划出来 我们说 其中有一个点 这是 长期债券融资 和普通股融资 所形成的 无差一点 细圈利润 那么这个 优先股融资 和普通股融资 所形成的 这个无差别点 细圈利润 就是1980万 那现在呢 你就 来注意一下了 我们说 你预计的 这个细圈利润 是800万 800万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 在900万左边 是吧 800万在这边 你看这三条线 谁在最上面呢 在最上面的话 那我们说怎么样 那就是普通股融资 会形成更高 美股收益 那我们说呢 这个如果说 这个是1600万 大级百万吧 在哪呢 我们说 看一看 谁在最上面呢 是不是这个 长期债券融资 会形成更高 美股收益 那我们 前面提到了 预计的细圈利润 是2800万 在哪呢 应该比1980万 还大 在这边是吧 这块有个 2800万 那同样看一看 现在最上面呢 还是这个 长期债券嘛 是吧 那就意味着 当我们 是1600万的时候 都已经是选 长期债券了 那2800万的时候 肯定是选 长期债券嘛 对不对 结果我们有些考生 哎呀 咱们得均衡一下啊 这个800的时候 是普通股融资 1600的时候 是债券融资 2800的时候 咱们用优先股融资 给它与路均沾一下 你就理解错了 那是不对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说那这里面的这线 怎么画出来的呢 这线怎么画出来的呢 你比如说 我们举出一条线来吧 比如说这个 普通股融资 这条线 那普通股融资的时候 所形成的美股 是一条线 这条线怎么画出来的呢 那就说 你先要在横质上 我们说找一点是吧 横质上找一点 啥意思呢 那就意味着 它的美股收益怎么样 美股收益等于零 那就说 你用普通股融资的时候 你前面还记不记得 我们那个表达是 用普通股融资 所形成的美股收益 让它的美股收益等于零 反过来去求解一下 那个西区院利润 那就说当西区院利润为60的时候 它的美股收益 好了 这点找到了吧 另外呢 我们这个普通股融资和债券融资 所形成的那五差一点 还记得吧 OK了 这点也找到了 当你的西区院利润为900万的时候 怎么样 美股收益 这块是零点525嘛 好了 这两点找到之后 一连接 两点决定一条指线了 就算了 那同样道理的话 那么那个债券那条线 是不是也会划了 那优香股那条线 是不是也会划了 没问题 好了 把这样的一些基础知识呢 我们是需要把它关注一下的 接下来看下个题 贾公司呢 用美股收益无差别点法 进行长期投资决策 以至呢 长期债券与普通股的 无差别点上的 年息税前利润呢 是200万件 优香股与普通股的 无差别点上的 年息税前利润呢 是300万件 如果贾公司预测 未来的每年的 税前利润是360万件 正确的是哪个呢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这360万应该跟谁去比呢 应该和债券融资 和普通股融资时候 所形成的 无差别点去比较 对不对 这是200万 对吧 预计的新税前利润 大于那200万 无差别点的 什么融资呢 那当然有债券融资了 所以说 递选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当你掌握这样的技巧之后 这个题就 其他的都不用看了 快速的 一两秒钟 达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种方法 就是企业价值比较法 按照企业价值比较法 进行资本结构角色分析 这个最佳的资本结构 如何来判断它呢 根据这个财务管理的目标 我们说是追究股东财务最大 那这个美股收益最大 一定是股东财务最大吗 我们说未必 我们说你美股收益增加了 但是呢 如果说你风险增加 而导致你报酬增加了 结果怎么样 你美股收益增长的幅度 还不足以抵长 由于风险提高 而导致了报酬增长 这时候结果什么呢 股东财富不增加 反而下降了 所以说呢 我们按照这个企业价值比较法 来确定这个最佳资本结构的时候 应该是企业价值最大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 这个时候的资本结构 才是最佳的资本结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来注意一下了 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 来确定这个 最佳资本结果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企业总价值算出来 把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算出来 这就OK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一个计算的过程 首先呢 我们要根据资本资料定价模型 要先计算出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这个应该不陌生了 这个无风险的 这个利率水平 就是长期政府债券的高级收益吧 然后就是倍的系数 这个倍的系数 你注意一下 如果说资本机构发生变化的时候 就会涉及到什么呢 卸载杠杆 加载杠杆的一个调整问题 那接下来怎么样 就是这个平均报酬减击无风险报酬 讲的是市场风险溢价是吧 这里面的每个变量一定搞得很清楚 这应该不陌生了吧 按照资本资料定价模型 不算出这个普通股资本成本之后 普通股资本成本不就是股东所交据的报酬率吗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计算一下这个普通股的市场价值 你说市场价值应该是未来现金流量的得限值 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是有假设条件的 他假设呢 你未来的稀税前利润是永续发生的 寂寞不贵 那么未来呢 这个股东所要求的报酬率呢 也是不变的 那这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假设 他假设呢 归属于普通股的收益 全部当作股利分给了股东 我们在这里面呢 把它叫什么呢 叫做现金牛公司是吧 有多少收益 全部当作现金股利 大股东 那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不就是一个永续年金求限制问题吗 分子这块呢 我们说是税税前利润减去利息 算出税前利润是吧 然后乘上一间所得税率 不就是净利润吗 然后把优先股息减掉 这时候结果来不就归属于普通股收益了吗 那么这些收益全部当股利分给股东了 永续年金求限制 除以股东所要求的报酬率水平 这就可以了 那就意味着这里面的 税税前利润啊 利息啊 以及这个优先股息啊 未来都是持续永续的发生 金额不变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计算方法 这就是关于普通股的一个市场价值算法 未来限量得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长期债务价值啊 优先股价值啊 那么这些呢 我们说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也是未来现金的折现 只不过呢 在考试考文的时候 通常就简化了 说它的这个账面价值和它的限制是相等的 就不让你再折现 那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算出这个企业总价值了呢 我们说有普通股的价值 有这个长期债务价值 它就是优先股价值 好 和在一起 在不同的资本结构里面怎么样 我们选择这个企业总价最大的 它所对应的那个资本结构 应该是这个 最优的嘛 最佳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计算这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这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其实说白了 不就是一个折现率的一个问题吗 当你折现率最小的时候 你未来想要折现 当然那个折现的结果是最大的呀 因此呢 我们说 企业价值最大的时候 所对应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肯定是最低的 那这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怎么算呢 这个我们应该不陌生了吧 这个税前的这个债务资本成本 承上一些所在税率 算税后对吧 然后承上它所占的比重吧 那这里面呢 我们说将来考试的时候 这个税前的债务资本成本 就可能会让我们计算 那各位想象一下 计算的时候 通常会考你哪些方法呢 一个就是到期税率法 一个就是风险调整法 再就是新发行战争的时候 那个资本成本算法 通常就会考这么三个方法 在主观区里面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然后怎么样 承上它所占的权重吧 再加上一个优先股资本成本 再承上它的权重 那通常道理 这里面的优先股的资本成本 也可能会考我们单独去计算的呀 这块也要注意一下 怎么去计算 特别是一年多次支付优香股股息的时候 每半年支付一次 每个季度支付一次优香股息 那如何能计算 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个题 某企业呢 目前的长期资本的构成呢 均为普通股 没有长期债务资本和优香股资本 股票的账面价值呢 为三千万元 预计呢 未来每年的息息源利润呢 为六百万元 所得税的税率呢 百分之二十五 企业呢 准备采用两种方式来筹集资金 回购呢 部分股票 一是按照面值呢 发行债券 六百万元 票面利率呢 百分之十 每年复习一次 二是呢 按照面值发行一箱股 一千万元 补息率呢 是百分之十二 无风险利率呢 百分之八 平均风险股票报酬率呢 百分之十二 平均风险股票报酬率 指的就是RM嘛 你别给他看成是RM减车 RF了啊 注意他的这种称谓 是吧 资本结构调整之后的 优质系数呢 为1.4 调整完了 不用你调整了 债券和优先股的市场价值呢 等于账面价值 简化了 是吧 很要求 计算呢 资本结构调整之后的 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普通股的市场价值 企业的总价值和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的话呢 我们说根据这个资本资本资格定价模型 直接代入就可以了 是吧 你需要知道我们这12% 这是最关键的 是吧 这就是RM 是平均风险股票的报酬率 注意那个风险是修饰股票的 对吧 接下来呢 计算这个普通股市场价值 普通股市场价值怎么算呢 稀税前利润告诉我们了 600 然后减去这个债务的利息 注意这个600是指债券的面值 前面那600讲的是稀前利润 好的 减去利息 算出就是稀前利润吧 乘上一件所得失利 这就是净利润 再减去优先入股息 这就是结果来 这是 为属于普通股收益吧 最后怎么样 假设这些收益 全部当做股利分于股东了 永续年纪求限制 永续年纪求限制 那不就是A除以I吗 这个I讲的是什么 这是股东所交易的报酬率 就是一个普通股税本承担 好 算是结果来 接下来呢 计算这个企业总价值 总价值的话呢 我们说 普通股市场价值 然后怎么样 加上这个 长期债务的价值 再加上优先股价值 就OK了 这个没问题是吧 接下来 计算加权 评计资本承担 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这个债务这块的 这个比较简单的是吧 直接告诉我们的利率 乘上一个 意见所得税率就开了 就是税后的一个 债务的资本承担 当然我们说 在那考试的时候 这块涉及到的 债务的税限资本承担 是可以让我们计算的 这块直接给了 是吧 那么如果让我们计算 要注意怎么算 然后乘上这个债务所在权重 普通股这块呢 它的这个资本成本 让它的一个权重 优先股的资本成本呢 让它权重 好了 算出加权平数就开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资本成本的计算 不管是某一种融资方式资本成本 还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我们说完完整整的 可以价格到这块来考我们 这就是夸张的一种考核 这应该不没成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